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说一下跟房地产相关的问题 因为房地产相关最近都是比较热点 这个比较热点呢 其中有一个东西大家就在提了 因为中国是允许了 让境内金融机构用中国财产抵押做外汇的贷款 外汇贷了款还能汇出国外去 你想想 这政策出来了以后呢 第一 大家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旧市政策 第二呢 对于我们很多外国的朋友啊 粉丝都在问我 说你这个事的话是不是比较卖国 你这么样子的话呢 允许他这么境内抵押 境外贷款 贷了美元可以付到境外去 那么呢 你贷了这个美元以后呢 他把美元付到境外去 他是不是资本就跑了 对吧 而且呢 资本境外又如何如何 既然这个政策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政策呢 出来以后确实啊 首先这个出的政策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但是出来了以后呢 其实政策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坏 因为啊 其实好多政策啊 你要看到它的前因后果 而且呢 很多政策实际上是什么 你当时的初衷很好 但是呢 经过一番博弈以后 它就变了味儿 然后呢 它起到很不好的效果 其实好多啊 这个高级黑啊 是怎么去骗你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呢 如果呢 你要是低级红呢 就是说你看了这政策 好像觉得你就看它直接的 那的话呢 那你的话呢 没看到它的背后 所以这政策出来以后 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说首先你要看到它背后是什么呢 你现在我们的房地产 其实大量呢 其实境外借了高利贷 境外借了高利贷以后呢 还的是高息 你还让它还高息吗 你让国内贷了款呢 它就不还高息了 而且呢 你说不让国内的金融企业用国内资产抵押 但是人家的话呢 你国内资产去抵押的时候 人家外国银行接受不接受 跟中国没关系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 好多是外国银行接受 所以当时呢 把开发商的所有的融资渠道抽的紧紧的时候呢 人家就到海外借高利贷去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包括你看大家当时有人说什么 恒大的一些借款的利率呢 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二十几 等等等等啊 像这个利率呢 其实在国内呢 你看着这个民间利率啊 你觉得可能呢 还不算太高 但是呢 你对于国外当时基本是零利率的状态 同时又有汇率风险的情况下 这个利率非常高啊 同时啊 其实现在呢 企业不好的时候呢 关键是什么 他的这里头的博弈 他的抵押的价值非常低 你弄不好呢 就是让外资啊 低价的获得了中国的资产 这个事儿是很敏感的 好多人说了 你这个事儿 我们不理你 那个不怎么怎么着 其实这个事儿啊 你只要中国还想全球化 还想在国际市场上呢 去呆着 那么有些规则呢 你就得遵守 否则呢 你就完全闭关锁国 你就自己搞一家可以 要不呢 只要你全球化 你这点你不给人家执行 人家那点还不给你执行呢 所以有些事儿啊 不能想的简单了 而且呢 像这样的做法 其实恰恰是什么呢 是保护了国内的债权人 因为什么 这些资产抵押的钱都非常低 而且呢 你在这个房地产公司破产的时候 有抵押的债权呢 它是优先的 你好像是说给外国填窟窿 其实并不是给他填窟窿 你就比方说在这种抵押的话呢 你这个房子这些资产价值100 到那抵押的时候呢 它给你价值估值的时候 先打个八折 变八十 然后按照抵押值呢 带你一半 只给你带了四十 等你要破产的时候呢 抵押债权的资产啊 它优先 而这抵押债权的资产你要拍卖 要在国外的话呢 变成这种美元的这些资产的话 那可以跟大家讲 那么呢 你肯定是拍卖的很低 对吗 尤其在现在这个状态 房地产又不好 尤其又到国际市场上 在美元市场上拍卖的话 这等于是外汇的结算的市场上拍卖 它价格肯定很低 你下边得不到几个钱 相反呢 你好多买房人 你说我们中国要保护 要干什么的 但是你买房人的优先权啊 第一呢 外国的法律承不承认你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呢 其实好多开发商呢 他并没给你做备案 你没做备案 你怎么去承认啊 他没做备案的时候 人家说了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假的呀 对吧 人家的话呢 抵押权优先 所以这时候啊 其实中国要干的是什么呢 中国要干的那就是 我们中国发贷款 把你的高利贷给剃出去 是这样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想把这高利贷剃出去还不那么容易呢 人家知道你能还的时候 利息又高的时候 你凭什么提前还 提前还还算违约什么什么的 什么样能提前还啊 就是这公司要破产了 那么要破产的时候 所有未到期债务呢 视为 到期了 不给你算利息了 然后同时结算 但这时候这些资产怎么办呢 谁能买 谁能给拿出去 而且这个买啊 不要觉得是 说是可以抵押了 可以贷款了 这抵押呢 我们国企收购这些资产也可以怎么干呢 他又没有说一定是民企 一定是外国资本 对吧 他到下面执行还有其他的故事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 第一呢 开发商要破产的时候呢 都是有一些国企啊 国家的这房地产企业呢 在做帮扶 对吧 这帮扶很有好 意思的 大家要注意注意 这是 都是国有的这些东西呢 给他做帮扶 第二呢 好多人就说了 你像恒大的许老板 他等于的话呢 你看 枯营在厕所 他刚那么不行了以后呢 你看好政策就来了 为什么这样 我可以跟你讲 你行的时候这政策永远不来 就是你不行了以后才来 这才是这问题的关键呢 我们的政策呢 不给你送的 所以当你不行了 你算那个破产了 你跟别人都签了什么了 国企呢 都帮扶了 咱们这政策再来 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你们领导集体嘛 也有智慧 所以你要看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白 他不会把这个利益呢 简单的输送给那些赚钱的开发商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这些政策 我一直说嘛 那些开发商很恨我的 不是说 我是他的代言人 他们恨我 恨得牙痒痒 这个事啊 就是你不行了我才给 这才是这个政策的关键呢 对吧 你要行我永远不给 就像这样的话呢 有关的财产 当然这个控制权要拿到国家手里了 对吧 你对房地产的调控呢 我们前面说过很多了 包括我的书里都在说 其实当时有些调控政策呢 就是做反了 为什么当时调控可以越调越高 房地产呢 一说调控就涨一次 为什么越调越高啊 实际上你只要说呢 你要承认市场经济 你要说房地产市场化不对 那是另一回事 你不把房地产市场化否定的时候 你在市场经济下 一个商品紧缺了 那个生产者呢 肯定想多赚点钱 这时候呢 你把想多赚点钱的生产者啊 你说他是妖魔 抽紧他的资金 那么呢 让生产者的成本更高 那么怎么办啊 那么他肯定他采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就是涨价呀 因为我成本高了嘛 而且你抽紧了我的资金 我不能供应更多 对吧 我的供应量上不去 那么价格不是涨得更贵吗 实际上这个事呢 你做反了 你只要把生产者别带感情色彩 你给他换成开发商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 所以你好时候说 你看你是给开发商说话吧 但实际上这事呢 这么做完了以后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有些开发商就懂歪脑筋了 因为国内抽紧了 国外没抽紧啊 我从国外借贷 哪怕当时呢 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二十几 那像许老板那样也比国内的民间借贷便宜多了呀 我从国外借贷来钱 而且我能借贷来钱来干什么呢 你国内你借不来钱的开发商不是都被抽紧了吗 那么我资本无序扩张 我搞垄断 这是我们现在反对的嘛 所以那一下子无序扩张 一下子两万亿怎么来的 那就他把其他的那个开发商都收到他的手里头来了 搞垄断 我垄断我还可以更高的涨价 所以为什么国家呢 要反垄断 你这么干不行 而且呢 你有些事你觉得想调控的时候呢 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 他到国外借高利贷去了 他把利益呢 都送送到国外去了 然后呢 他能从国跟国外呢 能有结合的 能当买办的 他呢 到国内来席卷来了 搞扩张来了 搞垄断来了 等一下他扩张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你最后你说走向什么 所以最后是什么概念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能最后把你抽紧了抽垮了 然后我们再出政策 然后对于国外的这些高利贷呢 我们当然的话呢 要贷款给他替换出来 对吧 所以同样是贷款 其实这个政策放了这个口子的时候 他还有另外的能制约的 你就是说什么呢 你这个贷款 银行还要审批你贷款用途 也就是说你用国内抵押 然后还境外贷款 可以 但是呢 国内抵押境外贷款 我们外汇是管制的 同时呢 我们的银行的贷款用途是监管的 也就是说你贷了款干嘛 银行是要监管的 国家是要管的 也就是说你贷了款呢 你是想把你的资金啊 给卷到国外逃走的是一种 你贷了款呢 你要想怎么怎么着的 是另一种 而且呢 还有有人说了 你看他这个贷款呢 他好像是自己吃高息 你自己吃高息的这种状态呢 这叫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呢 有其他法律收拾你 就别以为呢 有些人说 你看有些老板他实际上 他自己把钱逃到外头 他在高利贷的借给他这个公司 再弄进来 弄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关联交易呢 其实有些地方也是能查的 不是说一点都查不来的 包括呢 你想要清算一下呀 要干个什么 都是可以操作的 就是说有些政策 关键看执行 关键看细节 关键看呢 你放的十点时机 以及呢 你最后跟社会博弈了以后的结果 这么样子博弈完了以后啊 可能最后这个结果最后走成什么样 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我们相信呢 领导呢 是有领导集体的智慧的 在国家的利益层面啊 中国呢 现在的话呢 有关的领导核心还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对于房地产这件事啊 以前呢 有些事情啊 做的不够智慧 其实像我们当时早就说了 你的房地产调控啊 有些是不合适的 有些是要搞的 比方说我们当时就提了房票 提房票呢 就相当于限购 把这事看清楚 怎么去控制这一个市场 有的是办法 对吧 你像我们一直在提的租赁性保障房 也很重要 对吧 不是很多人看的 就那一个房产税就好像怎么怎么着了 你真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到这市场里的博弈的复杂性 知道吧 还要保护那其中的弱势群体 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啊 比大家想的呢 要复杂的多的多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